新一代的車全部都幾乎有電腦控制 而電腦控制裏面有很多程式和隱藏功能 30系的Alfred 裏面亦有很多隱藏功能 今次特意來介紹一下 究竟有甚麼隱藏功能 新30系為何會有這麼多隱藏功能 其實本身的車出廠已經有些功能 只不過廠方沒有開啟功能 現在就要靠這個軟件開啟所有功能 例如鎖匙開啟窗 鎖匙關啟窗 關了安全帶音聲 還有一鍵開門 因為現在開啟門鍵 要大約按一秒左右才會開啟 可以選擇按一下就開啟 大致上是這些 這裏是其中一個功能 Warning 的功能 你看到裏面有很多選項給你選擇的 其實本身的功能 這輛車已經開啟了 我們就要選擇 它本身的車還沒開啟 可以開啟啟的 例如很多人說 安全帶 它本身是開啟的 我現在已經開啟了 現在就算不按安全帶 它也不會再有聲音 不會響的 其實這些是按客人的要求 每一個要求都不同的 我們可以幫它很仔細地解釋 每一個功能的什麼用效 前面的感應器的警告範圍 原本原裝已經是較長的了 那譬如較短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之前有客人問過 可不可以調整感應器的距離較短 廠方設定是長 即是軟 其實可以調整近一點 那靠近了之後 譬如有很多人塞車 那時候它就不會響 有時候黏得太近會響的 很多人不喜歡 我可以用這部機器 可以調整短 剛剛這個功能 就是利用一條鎖匙 一鍵開槍或一鍵升槍的功能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在夏天的時候 車廂很熱的 可以按一個按鈕 全部車廂都開啟了 其實很多歐洲車都有 今次Alfred 都可以有 現在示範一下 現在就是試一鍵開關槍的功能 現在試一下它 看見到全部車廂都開啟了 好 如果是關閉它 長按它 就可以全部車廂都關閉了 這個功能都頗方便 至於它一鍵關的功能 是連天槍都可以關閉的 原裝的Alfred 或Wellfire 需要長按一秒以上 你才能夠關閉到門 但現在解除這個功能 只要輕輕按一下 便能夠關閉了 其實原裝設定 應該是大約一秒左右 按著它一秒左右才開啟 現在我可以用這部機器 設定到它 一按下去就可以馬上開啟了 現在只要馬上開啟 好 這樣就這樣了 然後 右邊中門 也是按一下 左邊也是一樣的 按一下便自己開啟了 都是自己開啟的 好 我現在關閉 還未蓋 按一下便馬上關閉 好了 中門也是 好了 中門也是 按一下 左邊也是 其實隱藏功能有很多種 但是以上這幾種 是較為方便和實用的 還有一些警告聲 安全帶聲 都可以解除 如果你有興趣 或者想了解更多 可以聯絡一下 明豐汽車 譬如有些東西你想解除 或者適合你用的 可以去找找它們 再隨便拿一個 後來就是 要對 阿 argued 巧 或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